脑转移的话它会表现在走路不稳 事物不清 头疼 头晕 喷射性的呕吐等等 它的临床表现可能和一些脑部疾病没有明显的区别 肺癌它是一个整体的治疗 你像肺癌的脑转移它不是按照脑部肿瘤的治疗进行了 它是按照肺 我们都是按照原发疾病来进行治疗的 像肺癌脑转移 肺癌骨转移 因为大部分病人大概有40%左右的病人 他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四期的病人 他是有远处脏期的转移 这部分病人中仍旧有一部分病人可以通过治疗长期胸存的 目前我们在临床上就能看到肺癌脑转移的病人 EGFR有突变 他已经能吃EGFR TKR药物治疗 10年以上的生存 一天就一片药 病人的生活质量和正常人相差无几 那么慢点 jakby我们先去治疗 小孩的生存 来大部分病人不会强一点 也不治疗 你很烦 大部分